好 我們繼續看 佛陀繼續跟耶穌說 他先講 假設 你內心對這個東西 對於色受想形式 對這種感覺 這種印象 你有直取 當有一天 它產生變化的時候 你一定會起煩惱 是不是這樣 他說 是的 確實是這樣 佛陀就跟他講 很好 你就應該這樣去想 這樣去觀察你的身心 到底 問題出在哪裡 我們為什麼 佛法基本上就是 在講 假設我們有痛苦 它是一種什麼樣形式的痛苦 這種痛苦是 有什麼原因產生的 具足什麼條件而有的 那麼我應該要怎麼樣去看待它 用什麼方法去處理它 我才能夠免於這樣的痛苦 其實佛法就在講這些事 那麼所有的苦都不離開 你內心錯誤的直取 我們叫做我見 我愛 錯誤就是你站在一個錯誤的觀點上 就是與我為主 那麼產生直取 就是我愛 那麼我見也是一種直取 我愛也是一種直取 就執著有我 執著這個是屬於我的 是我需要的 是我想要的 那麼 當然這個是從很根本來講 那現在先要看到 現在先要看到的就是 到底 我為什麼這麼需要它 那麼就是說 我們真正的需要 跟我們內心的想要之間 它是不是有直接的關係 那所以佛陀教佛弟子 一開始就是 從你不需要的東西先著手 所以為什麼出家它要三一一波 然後要不著香化慢 不歌舞昌濟這一些 其實這些都是平常 尤其印度人 印度人對於五欲它是 比其他的人來講 它是比較重一點的 所以印度的食物裡面 有很多比較香辣的東西 刺激性比較重的 那麼香料咖哩這一種 味覺跟嗅覺都比較重的 他們的香也是這樣 那印度的唱歌跳舞又特別 特別流行 熱帶的 所以他們那個唱歌跳舞 是唱歌啦跳舞啦 就是色跟聲 那麼他們的食物 跟他們的這一些香 香味 這個部分都很重 比一般的重 那我們如果看 看這個南傳北傳 藏傳 你就發現到藏傳佛教 也比較他們的香 然後他們的法慧 他們的法器 對這個色聲香為主 那麼他們的佛像 他們的佛堂 那麼你會發現到 也是著重在什麼 色聲香味處 真的 那這個其實是印度的習慣 佛羅門教的習慣 那佛陀 佛陀一開始 比丘就把這一些都隔絕掉了 就是說這些其實是 一般人認為需要的 但實際上這一些都不是真正需要的 不是真正 所以先調整 調整這種習慣 所以才會這樣 三一一波 衣服 衣服真正需要的 就是它別身份嗎 然後遮身醜嗎 防蚊影嗎 避風寒嗎 基本上就是這個功用而已 只要服務有這個功用就可以了 所以顏色不重要 資料不重要 那麼款式不重要 數量不重要 重點 你穿著 可以讓人家知道 你是佛教的出家人 別身份 那遮身醜 不會讓你坦身肉體 像古形外道一樣 那這個 凡風寒 那麼所以它傳 兩件夠 有時候天氣冷一點 再加一件 三件就夠了 那其他 其他這個 其實它就告訴你 你需要些什麼 你真正需要的是什麼 那 從這個地方 開始讓你對於 所謂的 直取 那麼什麼東西 你應該直取 什麼東西 你不應該直取 什麼東西 要 要 什麼東西 是你需要 什麼東西 不是你真正那麼需要 從這個分別 從那個了知 了知你到底需要些什麼 下手 然後再進一步 那麼從你的身 由外到內 因為你不直取這些心了嗎 你心 向外攀遠的次數 跟向外攀遠的東西少了 那麼你就比較會反觀 回歸內心 你比較有寧靜的時候 就是寧靜可以關 要不然你天天想要這個 想要那個 這個不夠 那個不夠 天天當然想這個 都不能滿足 這個有了 有了還要那個 那個有了還要那個 你什麼時候可以 什麼時候可以 做出來想 我的心是什麼 你只是天天在想 我想要什麼 我還有什麼沒有 我還有什麼需要 一直在想 一直在想 那麼人就是這樣 然後不斷不斷 那麼 不斷不斷都在 心都在攀遠這些外界 那佛法來講就是六根攀遠六成 那麼執著了 那麼執著的程度會越來越深 就是這裡講的嘛 不離貪 不離欲 不離愛 不離念 不離可 然後漸漸漸漸漸 你擁有的時候 你會歡喜 但是歡喜的當下 你也會擔憂 你以為沒有錢的時候 會煩惱 你以為有錢就不煩惱 有錢 要煩惱的比沒有錢的更多 沒有錢只煩惱 沒有錢而已 沒有錢看病 沒有錢吃飯 沒有錢 有錢就要煩惱很多 第一個錢要怎麼用 第二個錢 到底是要投資 還是要存定存 還是要怎麼樣 第三個 還要預防別人來借 那麼 借他也不是 不借他也不是 要怎麼樣保持自己的有錢 要煩惱的更多 好 那麼 這一些 基本上都是一種直取 但是 我們並不是 重點不是有錢沒錢 重點是直取跟不直取 那這個是 這個是 我們只是舉例子 包括有子女沒子女 也一樣 有學位沒學位 反正這個東西太多了 那麼我們 我們有了這個 我們會在直取那一個 或是在這個直取上 再更進一步的直取 希望要更多更好 像 這樣的觀念 不斷在我們的生活上 不斷地重複 不斷地重複 像以前我最渴望的東西就是 我希望能夠讀大學 一直渴望一直渴望 甚至我去讀服務院 我都還想 我至少應該要去拿一個大學的學題 就是一直會這樣想 後來慢慢慢慢 這個觀念就去掉了 就比較沒有了 不會想了 我才一直想 我到底真正需要的是什麼 我需要我的學 我需要有一個大學的文憑來證明 來證明我比別人優秀嗎 反正你開始會想這件事 那以前不是 以前就會覺得 人家都有我沒有 或是 就會有一點就是覺得 要讓自己 就是 也覺得 因為我們有時候的信心是建立在 我們擁有別人所沒有的 有時候是建立在這裡的 但是我們擁有別人沒有的 其實世間上看到的這一些 錢財 名位 權勢 地位 反正這一些 明文立揚這些 但是你仔細下來想一想 所以我們說 有時候靜下來想一想 我到 我現在想要什麼 那我需要些什麼 那我真正的需要是什麼 有時候要好好想這些問題 那你要 你慢慢想了之後 把這一些 你向外追求 向外攀遠 向外辭取的 這一些東西 漸漸少了 你開始會想 那我是什麼 你想要的東西沒滿足 你不會想下來 我是什麼 那沒有 那因為即使我們讀了很多 那舉個例來講 現在講低捨的 等一下我們後來再講 低捨後來也沒有解脫 即使佛陀這樣跟他說 又跟他說 因為他那種習慣性 那麼可能要有人 不斷不斷地提醒他 因為他就有思念 妄念不正知的狀態 佛陀當時跟他講 他會覺得 我是齁是齁 對齁對齁 應該要這樣應該要這樣 三天之後就忘了 那好一點的 一個月之後就忘了 他又習慣了 因為他那些朋友多 都告訴他 哎呀你不要那麼辛苦 怎樣怎樣 慢慢慢慢 因為他在周遭的人都這樣 他的緣是這樣 好 我先再往底下看 先把它看完 他說好 那麼從 從反面的來講 你不離貪 不離貪愛 你就是會起煩惱 你不離貪愛 你就是會起煩惱 所以我們說阿漢經 有時候從無明說 有時候從貪愛說 有時候無明跟貪愛一起說 那這裡很明顯的是從貪愛講 那麼斷貪跟斷無明其實都是一樣的 其實不一樣啊 但是就是貪跟無明是一體的兩面 因為有我見就有一定有我愛 叫做貪嘛 那貪最基礎的就是在五慾上 叫慾貪 這個是我們的習慣 我們的業 我們這個慾藉本身就是以五慾為主 五慾的滿足為主 包括天上道立天也是這樣 只是他們比較 他們比較好 我們比較差一點 他們的五慾滿足更殊勝就是了 從另外一個角度上 你有煩惱你有苦 是因為有貪嗎 這個你確認了是不是 那並不是有貪會起煩惱 而是說 並不是有貪會受苦 而是說 這個貪會因為無償便利你會受苦 如果貪本身你不感覺到受苦 你擁有很多你越貪你覺得越滿足啊 我擁有就好啦 你會有一種幸福感滿足感 但是這種幸福感滿足感是表面的 等到它失去了 等到它不見了 等到它產生變化了 你有多滿足 那麼變化的時候 你就有多痛苦 比如說 你有一千塊 丟了一千塊 你會心疼 丟了一百萬 那就不是心疼 那叫心痛 如果丟了五百萬 那就不是心痛 那就是心要死 那麼這個就是什麼 因為你擁有的越多 當它產生變化的時候 它就越痛苦 越痛苦 那一樣的道理 如果你丟了一塊錢 那你不會放在心上的 那所以這種 這種 這種 這種直取 直取的心 那麼 其實一般人不太容易做到說 擁有而不直取 所以佛陀多數都先 讓你減少你所擁有的 所以出家才要割愛持千啊 割你所愛啊 不管是什麼 你的頭髮 你的服裝 來自於你擁有的東西 你出了家 基本上 它這一些都不再屬於你的 甚至你在到場住的房子 這些都不屬於你的 那麼它基本上是讓你 先去掉這種習慣性的執著 但等到你訓練到一個程度 你擁有不執著的時候 那個時候就沒關係了 那菩薩道基本上 所以它要先有般若慧就是這樣 要有無所得 要不然 那菩薩道是要累積 累積很多來利益眾生的 那 但是 它如果沒有這種不直取的概念 那很容易累積的越多 以為在行菩薩道 那 那 但是 其實 其實跟世間的一樣 還是 貪愛 那麼 貪愛道場的一切 貪愛自己擁有的一切 貪愛自己的信徒 反正就是 它一樣是直取 一樣是直取 那麼直取就會產生痛苦 很顯而易見的 這個信徒 這個道復法在我這裡發心 那麼你直取他了 等到有一天 他去其他的道場發心了 你就遷入那個道場的人 搶我信徒了 這個是很常見的 那麼 直取法師也一樣 也一樣 這個師父對我本來很好 後來又說了一個信徒對我不好 他就覺得 這個師父變心了 這也很常見 居士也是這樣 這師父本來都對我很好 另外有一個居士來 就看他錢比較多 就開始只會巴結他 就對我這不好了 這個都是直取心 這很常見 那我們很容易 不知不覺又墮入這樣 自己給自己挖的陷阱 其實這個是很容易 但是你要直直提醒 直直提醒 不然就會忘記 真的 你很難不直取 我告訴你真的 你很難不直取 因為有時候 我們會覺得 因為貪愛是一種習慣 直取是一種習慣 而且這個直取 還不是一事 兩事三事累積來的 是多生累積累積起來的 它有很強的習慣性 很強的黏著力 所以你如果不是自己 不斷提醒 不斷提醒 你是沒有能力 察覺到他的 察覺了 你如果沒有不斷訓練 不斷訓練 即使察覺了 你也沒有能力 脫離他的 真的 這個你沒有仔細去看看 你其實你都沒有辦法 想到這邊來 想都想不到 你只想的只是 怎麼樣再把那個信徒拉回來 怎麼樣讓師父 對我再關注多一點 大概就是這樣而已 那麼這個 你沒有想到說 我的痛苦 是來自於我的執著 錯誤的執著 你會想到 我的痛苦 我的痛苦就是我本來擁有的 現在沒有了嗎 你只會想到 是那個人造成我的痛苦 是那個法師 是那個居士 拉走了我的師父 拉走了我的父法 就拉走了我的利益 就拉走了我的幸福 就變成是這樣 你覺得你的痛苦 是別人給你的 那你覺得你的幸福 是那個人給你的 現在那個人跑了 你的幸福就跟著跑了 而你不用察覺到 真正的原因在於 你內心的貪愛 你內心的貪愛 那麼你越貪愛 你的痛苦就越大 不管你貪愛什麼 貪愛身體是自己 自己的自己 名聲啊身體 然後貪愛 那麼你所有的一切 你所擁有的 不管是什麼 都一樣喔 都一樣 好 現在佛陀在從另外一個角度 跟這個低捨說 那麼 那 余淫合 假設 你對於這個設受想行事 你不止取 那 離貪 離欲 離愛 離念 離渴 沒有渴 進一步沒有念 念就是細念不忘 渴就是不但細念不忘 而且已經沒有會很痛苦的那一種 那 就好像你已經口渴到沒有水會死 那麼念就是一直想喝水一直想喝水 那麼像這樣的 那愛就是很想喝水 基本上是這樣 那貪跟欲 基本上是它的根本 就是你有 你有喝水的這種 這種需求 那想喝水 然後 所以後面 就愛念可 好 那麼 那麼 當你心裡面對這個東西沒止取的時候 那麼 假設 它產生變化了 你會生苦難嗎 低捨說 不會的 這個就是世尊跟佛弟子舉例的吧 為什麼 奇緣金色的樹 有人把樹枝撿走了 你都不煩惱 那個樹枝又不是我 那個樹枝又沒什麼價值 我又不止取那個樹枝 誰要誰拿去 這本身是這樣的 這個就是止取跟不止取的問題 假設不是樹枝 不是樹葉 是你種的樹被人家挖走了 欸 那就不是喔 那不是 那樹是我要的 那麼 這個就是止取不止取的問題 那麼世間有一些東西 那麼 我們止取的層次有輕重 有輕重 有的人什麼都止取 有的人 就止取的比較少 你要完全不止取的 只有一種人 叫做阿羅漢 就算三果 二果 出果的都還會止取 只是他的止取很薄而已 他仍然還有一份的我劍 三果還有唯系的我劍 余曼未除 那還有唯系的灘 色灘 無色灘 還沒有除 那對於這些出眾的這些獄灘 基本上他完全不會止取 他已經斷了獄灘 對於無益的東西 他完全不止取 止取跟受用不一樣喔 比如說你吃飯 你也吃啊 但是你不會止取 你不會因為 你也可以分別出好吃跟不好吃喔 但是你不會因為好吃 非常的滿足 不好吃非常的痛苦 痛苦到想罵人 也不會這樣 痛苦到翻桌 摔碗筷 那個就是 那個就是非常直取的才會這樣 你去吃飯 吃到不好吃啊 就翻桌了 有些也會這樣 那你聽話 聽到不好聽了 一樣 那個就是直取 滴舌本身也是這樣 滴舌有一次 根據應該是綠典的記載 滴舌 滴舌有一次就是 有人講話 他哭吹啦 諷刺他 應該說說 他是 因為他也是佛的親戚嘛 常常仗著是佛的親戚 就不受賤啦 人家勸他不要 有一次人家就諷刺他 就講他 你自以為是啦 怎樣怎樣 反正就講得很難聽啦 那聽了他 他就很難過啊 然後 因為他應該也是長老擠的 然後 他受不了這種 諷刺 但是 他又沒有 沒有能力 會擠幻波 所以他就一直留戀一直留戀 非常的傷心 哭得很生氣 那 佛知道了 就去勸他 跟他講 你仔細想一想 你何必要為這種東西生氣 你想一想 生氣對你比較好 還是不生氣對你比較好 這個是 對 大家想一想 我這樣生氣也沒有對我比較好啊 對不對 人家罵我 我執著啦 因為他要執著嘛 他把話聽進去了 而且聽進去還一直想 這個就是 而且想 還想很久 想到不能自營 我們通常都是這樣 通常都是這樣 那麼我為什麼要因為這些音符的跳動 那是聲音的變化而已嘛 他只是聲音的變化 那這個聲音的變化透過這個人的嘴巴傳遞出來 傳到我的耳朵 那如果你會分別 他這一切都是 無常無我之聲嗎 都是緣起之聲嗎 是不是 跟那個鳥叫的聲音有什麼不一樣 唯一的不一樣就是他頻率不一樣 然後這種不一樣的頻率進到我們的耳朵 我們給他分別 然後再進到內心 內心了別這種東西 然後再產生跟我們的過去的印象 跟我們的貪嗔之結合 只是這樣而已 所以 但是我們很容易 很容易因為這樣就 快樂的不得了 然後痛苦的不得了 佛陀就跟他講 因為佛陀也沒有跟他講那麼多大道理啊 因為滴舌這個人智慧還沒那麼多 這裡算是講很深的道理啊 就跟他講 你想一想 你有需要為這種 人家講你這樣生氣嗎 那你想一想 就算為你自己好了 那 生氣對你比較好 還是不生氣對你比較好 你不生氣的時候 是不是 走路心情都很好 現在生氣的時候 是不是走路睡覺 都感到很辛苦 你要盡量讓自己不生氣 那 基本上 其實講是這樣講 但是你要能夠生氣想 想到 你真的慢慢慢慢沒那麼氣了 那麼這個還是要訓練 還是要訓練 那一般人想 就 有些他更生氣 不是罵你 你當然這樣講 我如果罵你看你還能不能這樣講 其實他就反過來 他更生氣了 有些人會這樣 所以 但是這個其實 當然他不敢對佛這樣說 不過有些人 你勸他說 你不要 又不是你受苦 你當然沒關係 痛都碰不到你 罵都沒有罵到你 那其實 你道理真的想清楚了 其實真的就是要從根本上去解決 好 那佛陀又跟他講 那麼假設你離雨 離貪 在色受想行事 感受上 行事意志上 考慮上 種種的考慮 那麼這一些 那麼你對這些境界認識上 你不辭取 對一切的境界 我們叫做一切吧 你都不辭取 他本來就會變 他隨時依著因緣再變 因緣合合了 他不變都不行 本來就這樣 這個太陽出來啦 熱啦 這冰塊不融化都不行 那就因緣俱足了嗎 所以 他講 那麼 假設在五運上 就是色受想行事 離貪離欲 離愛離念離渴 那麼你不止取 那麼這些色受想行事 假設產生變異的時候 就是他不再是符合你期望的東西了 所以我們期望越高 落差就越大 落差越大 痛苦就越深 通常都是這樣 那你的期望 就是一種高度的執著 就是越高的期望 就是越重的執著 所以你有多少期望 那麼也許符合你的期望 但是如果不符合的時候 你就會產生痛苦 符合的時候 你就會有滿足感 幸福感 但是你要知道 不可能每一件事都符合你的期望 而且 現在符合你的期望 以後不一定 又符合你的期望 因為可能有兩種情形 一種就是 你對他有這樣的期望 那麼他符合達到了 你會有更高的期望 希望他能跟人家做到什麼 就是這樣 他不是每一次都能夠符合你的期望 世間的事情 還是你其他周遭的人都一樣 包括你自己都是這樣 所以有時候我們特別要求自己 要求到對自己很失望 也有這種 那麼這種它基本上 也會產生憂鬱症 就是對自己非常失望 那麼多數都是對於世間 對於別人非常失望 當然有一些是對自己非常失望的 對自己的期望過高 那自己又做不到 就痛恨自己 其實這樣也不行 那麼對世間的期望過高 那個都是一種執著 多不離開我兒子 不管你是對世間 對別人對自己 當然我們對自己要有期望 但是不能過度的期望 過度了 所以佛寶都講中道 你沒有期望 你就沒有進步的動力啊 你希望 像我們要成佛 也是一種期望 那你說這種期望會過高嗎 不是 而是你要馬上成佛 你這一生就要成佛 不是的 成不成佛 不是 不是 什麼時候要成佛 要看你的激功累得 你累積時間到了 緣起的東西 時間到了就有 時間不到 不是時間 就是因緣具足了就有 因緣不具足就沒有 那所以你只是從因下手 不斷地從因下手 去累積這個因緣而已 去創造這個因緣而已 那麼你不用急 急著說一定要怎麼樣 好 那所以他這裡就說 那麼假設你無欲離於這個貪汗 那麼當它產生變化的時候 那麼你會痛苦嗎 不會 不會生憂悲惱苦 我們說不會起煩惱而產生痛苦 那這個 因為低蛇就跟他講不會的 世尊 真的是這樣 如是不義 如世尊所說的這樣 確實 是這樣 不義 就如世尊所說 那麼佛告第一者 善哉善哉 那非常好非常好 一步一步 跟他說 他說 現在我跟你說個比喻 闢語 讓你更明白 他說福 這是語助詞 那麼智慧者以闢得解 有智慧的人 從佛說的譬喻中 就能夠知道佛說的道理 能夠很容易了解 那譬喻通常都是用世間現前可見的事 讓你去了解 深細難懂的事 難懂的那個理 用世間現前 易明白的事 現前容易明白的事 讓你去了解 那種深細難懂的道理 好 他就跟他講 他說 第一者 那麼就好像兩個人 似乎就是人 兩個人 共伴行一路 結伴走一條路 一起走 一起走一條路 一個人 其中一個人 知道路 就是他知道這路往哪裡往哪裡 善之路 一個人不知道路 就是知道這個路怎麼走 一個人不知道路怎麼走 不知道這條路通往哪裡 這條路前面是什麼 要走多遠 那是什麼路 他都不知道 一個人知道 其中不知道的 就跟知道的 就是 知道路怎麼走的 跟不知道路怎麼走的 這樣說 就不知道的喔 不知道的跟知道的說 我想要去哪一個地方 那麼你告訴我 怎麼走 某城某村某聚落 我要去 我要去台中 霧峰 護國寺 那麼就是這個地方 那你告訴我要怎麼走 那 這個時候知道路的就跟他講 那 因為兩個人本來走一條路嘛 那現在這個人要去 其他地方的嗎 我要去 我要去台中 霧峰 護國寺 那你可不可以告訴我要怎麼去 這個知道路就跟他講 你從這個地方去 你看見 有兩條岔路 相差路 你要往右走 就是不要往左走 要往右走 這條路直接去 一直走 因為兩個人本來一起走的嘛 就這條路一直走 因為他要往其他地方去 你就往右邊相差路 那麼你往右邊走 不要往左邊走 那麼走了一段期間 走了幾百公尺之後 或者走了幾公里之後 你會看到 前行 富有坑建 渠流 我看這裡寫的是什麼 對 這裡寫的是對的 這本書寫的是錯的 前行富有坑建 取流 富當捨走從右 那你走走走到 走到前面你會看見 看見一個 一個河流 有一個水池 有一個河流 那這個時候 你還要往右邊走 捨走往前 就是你不要走左邊 你要走右邊 那麼再往前走 右邊一直走 走到你會看見叢林 有一個森林 有非常多的樹 這個時候 你在往右邊走 就這樣一直見一直走 你就可以到達護國寺 我們只是舉例 就是這樣 你就可以到達這個地方 佛告低捨 這個 這個批譽就是 不知道路的 就好像魚吃的反覆 他不知道 就我們剛才講 我們都想修行 但是我們不知道下手處 就是我們不知道到底是要 到底是要怎麼修行 以前我剛學佛的時候 就是說我認為的修行就是 念佛送經 那麼 念咒 拜佛 我以前也是這樣覺得 那麼 而且念佛不是為了成佛 念佛是為了往生淨土 以前都是這樣 以前我也是這樣 就是說因為那個時代 大家就是 不管你是修什麼宗派的 最後都是倒歸淨土 都是倒歸淨土 就跟你講文殊菩薩也往生淨土 榮素菩薩也往生淨土 往生極樂 而且是往生極樂世界淨土 甚至普賢菩薩 等絕菩薩 都往生淨土 你有普賢菩薩厲害嗎 等絕菩薩都倒歸淨土了 你不倒歸淨土 你那麼厲害 完全是這樣的 所有的人都往生淨土 所以那個時候 學佛不是為了成佛 完全沒有出離心 菩提心 有出離心 但是不是出離煩惱 出離三界 是出離娑婆 以前都是這種觀念 念佛所謂的修行 就是什麼 天天做早晚課 誦經 念咒 你念的越多 功德的越多 重點是這樣 那 所以 這樣做了一陣子之後 發現 就會疲累 真的 就覺得 為什麼我還這麼苦 我都這麼用功了 為什麼還這麼苦 就會有這種感覺 所以 有一陣子我也拜 就是 覺得自己的煩惱重 就一直拜佛 甚至一天拜三千佛 就這樣 我們覺得這個就是用功嘛 我們覺得這個就是用功 那麼 禮佛一拜 罪滅何傷 念佛一生 福真無量 那你要真福滅罪 就念佛拜佛而已 還能做什麼嗎 你還能做什麼 你什麼都不能做 你就是好好的念佛拜佛 有一天就會花開見佛 我們是這麼想 以前都這麼想啊 我告訴你 真的啊 那就沒有其他方法了 就沒有其他方法 但是這樣是這樣 有時候有煩惱 有時候沒煩惱 煩惱猛烈起來 佛也不想拜 佛也不想念 真的 煩惱沒那麼強的時候 還會強迫自己去念佛拜佛 覺得這樣可以消除煩惱 覺得這樣可以消除煩惱 但是真的煩惱起來 不想拜佛 也不想念佛 那麼一陣子之後 就不敢念佛 不敢拜佛 沒臉見佛嗎 真的會這樣喔 我不曉得你們是怎麼過來的啦 不過我是這樣走過來 後來就慢慢慢慢再去 研究這些經典發現 其實 其實佛法最主要的 不再滅苦 不再滅罪 在滅什麼 滅煩惱 因為苦是由業來 業是由煩惱來 你煩惱不滅 你的業不能滅 你的業沒滅 你的苦不能滅 你不可能念佛 拜佛你就可以滅罪 你就可以征服 當然也會 福報 但這福報是由你的心 善心去做善事而來 它只是啟發你 啟發你 向佛學習 然後可以滅煩惱 煩惱滅你就不造業 業不成熟你就不受報 不受報你就不受苦 其實就是這樣 但是你沒有了解這個道理 你一直要從果上去解決 而不從因上去解決 因為真正的因是煩惱 真正的因是煩惱 如果你沒有從煩惱下手 你念佛佛能幫你滅罪嗎 不行 你念佛佛能幫你滅煩惱嗎 也不行 那麼最重要念佛是啟發你要向佛學習的心 最重要是這樣 那麼拜佛是 那麼讓我們對佛感恩尊敬佛的心 讓我們可以持續的向佛學習 因為他值得我學習 他值得我尊敬 所以我要禮拜他 那麼學習是學習什麼 學習佛怎麼滅煩惱 而不是念佛讓佛來滅我的煩惱 那煩惱不滅 佛都不能滅你的煩惱 哪能夠滅你的罪 不可能 所以我們有時候會講 一拜佛一拜我們罪滅何殺 其實 拜佛之後 拜佛是出自於你對佛的尊敬 你為什麼尊敬佛 因為佛是覺悟者 那覺悟了什麼 覺悟了真理 真理是什麼 怎麼樣消除煩惱 所以我們佛是一個完全沒有煩惱的人 所以他是一個離苦的 完全沒有苦的 那麼所以我們向佛學習 我們要跟佛一樣 所以我們意念佛其實是意念佛的功德 佛有這樣的功德 所以我們要向佛擁有這樣的功德 那這些功德從哪裡來的 釋迦摩尼佛是念阿彌陀佛 有的人還這樣說 釋迦摩尼佛是念阿彌陀佛成佛的 其實胡說八道 釋迦佛尼佛是念南登佛成佛的嗎 也不是 他是透過修行學悟到真理 他南登佛跟他受祭是因為他 已經覺悟到真理才跟他受祭 而不是跟他受祭之後他才覺悟真理 不是的 那這樣佛都可以跟我們受祭阿 讓我們可以覺悟真理阿 讓我們抬頭看見流星就悟到阿 哪有這個可能 不過沒有這個可能 所以佛法的修行是放在如何 調伏你的煩惱 那什麼是煩惱 煩惱有很多 總說不外乎貪嗔痴 在核心的說不理我見跟我愛 就是貪愛跟什麼無名 就這樣阿 所以這裡講 從根本上講 你要挑伏你的貪愛 那麼你要不止取你所貪愛的東西禁見 從這個地方你才有辦法 你才能真正明白佛法 你才能真正感受到自己正在向上 向上 向解脫 要不然是沒辦法 你天天像是一個等待救濟的人 念佛就好像佛要貓麵包給你了 天天在領救濟品 那麼希望佛滅我的罪 增加我的福報 自己不努力 天天在那邊期待等待 佛示給我福報 示給我光明 示給我智慧 那麼佛法不是這樣說的 那因為我們的觀念錯誤 所以就是用了很多 就有點像苦行外道 他堅持的相信 我一直受苦 我就可以離苦 不是的 佛法不是說吃苦就療苦 受苦就可以離苦 佛法是說你知苦厭苦 而離煩惱而能離於苦 是這樣 那你這個觀念不知道 你天天 都在追求哪一個咒比較靈驗 哪一本經功德比較大 哪一尊菩薩比較慈悲 我呼他他就來 他就來幫我 我有事請他他就來 比那個送外賣的還快 比那個宅吉貝的還好用 不是這樣子的 你需要什麼你就跟他說 你不想要什麼你就 你就跟他說叫他幫你拿走 我們以前也是這樣 老實說我以前也是這種觀念 但是這個其實就是什麼 你不了解佛法的觀念 好 就是不知道路怎麼走 好我們讓你底下看 所以他這裡講 他說佛塔幾個P 他說不知道路的就是愚痴凡夫 愚痴 佛法上講愚痴無聞翻步 不知道又不學習 學習又不認真學習 認真學習又不努力去實踐 實踐又不堅持到底 所以往往不能成功 那麼知道路的是誰 而且如來應正等覺 佛是知道路的嘛 那兩個人一起嘛 他是跟著佛出家嘛 兩個人一起走這條路嘛 佛是過來人 他知道 他已經是解脫的人 他是走過路來的人 但是這個還不知道 迪舌還不知道 他都不知道怎麼修行 他也不會修行 那迪舌應該不是第一次聽佛說法 他都是叫長老了 哪有可能 他也跟蟬頭一樣 蟬頭都在佛身邊幾十年了 他哪裡只聽過一次法 但是他為什麼都對他沒有作用呢 那麼所以佛陀又舉了這個批義跟他說 他說 現在我跟你說這個法就是 我知道路的 帶著你不知道路的走 我告訴你要怎麼走 那麼你說往前面 要舌掉左邊往右邊 這是什麼意思呢 因為眾生虎矣 他說他沒有確認 所以政見第一個是什麼 政見第一個要什麼 要知善跟不善 有善有惡 有善有惡其實就是要先分別明辨 什麼是善什麼是惡 有些人 有些人弄錯的以為我們要無分別 不分別善惡 其實佛法哪裡跟你講不分別善惡 佛法是要分別善惡 要明辨是非 但是不起愛證 是這樣 明辨是非 明辨善惡而不起愛證 什麼是對的 什麼是不對的 什麼做了有痛苦的後果 什麼做了有快樂的結果 這個你要先知道 四種政見第一個就是 知有善有惡 那很多人會說無分別 善也一樣惡也一樣 不是的 那為什麼要離惡去善 為什麼要持五戒 那不是的 要明辨善惡 對跟不對你很清楚 但是你不會因為這個人做不對 你非常的討厭他 想要把他掐死 你不會因為這個人做對 你很喜歡他 要把他捧在手上 不是這樣的 那個叫做愛證分明 明辨是非 而不起愛證 要這樣 就是你不會因為知道這個是善這個時候 你就非常討厭不好的人 討厭跟你不相應的人 那麼非常喜歡 一直想要跟你相應的人在一起 這個就是愛證的層次 無分別是不會因為你這樣的 你了解這樣的 那麼你產生嚴重的分別 就是有善有惡 就好像佛陀一樣 佛陀看見 佛陀看見提伯達多 跟看見羅霍羅 一個是他的兒子 一個是要陷害他的徒弟 他的心是一樣的 但是他知道提伯達多是惡的 羅霍羅是善的 羅霍羅後來也得解脫 他是有心修學以法的 他知道捨立佛 他知道捨立佛跟提伯達多 捨立佛是幫助他的 其實也不是幫助他 實際上是幫助他 但是他實際上是 他要弘揚佛法幫助眾生的 學習佛陀 他看待捨立佛的心跟看待 他知道捨立佛是阿羅漢 而且是智慧第一 他知道提伯達多 煩惱深重 那麼有可能會下地獄 那個時候還是有可能而已 到他破後而生之後 佛陀都確認他會下地獄 而且他還起邪見 因為佛陀說會他下地獄 但是他之前他還起邪見 說沒有因果沒有夜報沒有地獄 因為他只取這個觀念 佛陀就說他斷善根 他沒有能力再救他了 因為他的觀念已經完全扭曲跟偏差了 如果觀念還沒偏差 就是還有那個善根 還可以從他那個善根 慢慢跟他拉起來 讓他再長 現在已經沒辦法了 所以才會受寄他 會下地獄斷善根 其實是這樣子 斷也不是說都一直有斷 從地獄出來 只是說長時間裡面不可能再會有什麼作用 從地獄出來還要再經過一陣子 久了久了才會有 所以說不要說在佛陀時代不可能解脫 就是佛陀滅亡很久 他都不太可能有解脫的因緣 但是也不是說從今以後都不會再有 不是這樣的 那善不善 所以要先明白什麼是善什麼是不善 就是你不是說不分別 左邊也可以 右邊也不會 走哪條路就算哪條路 不行 左邊是不善的 右邊是善的 你要你左邊的不要走 要先別善惡 明辨善惡 了別善惡明辨是非 但是你的心不起這個愛症 那麼他說 善不善行是貪 慧 害 這個叫做善惡絕 就是心有善惡絕 這個印度習慣的說法 那我們現在都講貪嗔痴 那麼早期 你像無量壽經也是 貪絕 嗔絕 害絕 就是貪跟嗔是最主要的 那麼貪跟嗔起起來 你為了貪 你會害這個人 你為了嗔 你會害這個人 你貪嗎 貪他的錢嗎 你就要害他 拿他的錢來嗎 那你撐他嗎 你就要打他嗎 你要害這個人嗎 消你的氣嗎 就是貪跟嗔有些人 就會傷害眾生 以滿足你的貪跟嗔 那這個是以前說的善惡絕 也叫做善不善法 好 後來當然就從這個善不善絕 就發展到所謂的五種 乃至於八種 就包括這個貪就是我們所謂的欲絕 就是貪了 稱就是慧 害 然後有清理國土不死 這六種 然後再加上族性跟親五 就變成八不正絲 就是八不善絕 那麼最原始的其實就是這三種 貪會害或是欲稱害 後來加上親禮 親禮絕 就是我們心裡面常常在想個東西 國土不死 族性親五 好 阿含經原始的就是貪會害 其右路者為三善絕 三善絕 出藥離欲 那麼不撐不善 出藥離欲當然是對這個貪 所以它是離欲 那貪是什麼 貪五欲嗎 所以這個出藥 離欲就是離五欲 所以離欲親近 那麼 這個就是三善 不惡 惡的反面就是善 其行左路者 然後再往前走 看到坑間 要往左邊 那麼 你不要往左邊 你要往右邊 左邊是什麼 就是邪見 邪志 邪語 邪業 邪命 邪方便 邪念 邪定 這個就是我們說的八邪道 反過來就是八正道 正見 正思維 正語 正業 正命 正經境 正念 正定 這個經境就是方便 這個字就是思維 所以它說要行八正道 要捨去三不善心 就覺 心裡面常常這樣想 捨去這一些 捨去煩惱 而行八正道 因為苦 苦是由煩惱來 所以你道一定是滅煩惱 道一定是滅煩惱 因為你要滅苦 必須要滅煩惱 那麼怎麼樣能滅煩惱 就是你要先確立正確的知見 這一點很重要 沒有正見 沒有正思維可說 沒有正見就沒有正思維可說 沒有正思維 就不可能有正與正業正面 因為你平常的行為 你想怎麼做 你會怎麼做 你遇到這個問題會怎麼解決 你想擁有什麼 你想追求什麼 都跟你的思維有關係 你的思維一定跟你的觀念有關係 你因這個觀念而產生這樣的想法 因這樣的想法而產生這樣的意志 你想要去獲得什麼 你想要追求什麼 你想要遠離什麼 你討厭些什麼 你喜歡些什麼 那麼它會反映在你的日常生活裡面 反映在你的身口意裡面 所以這個就是正與正業正面 你的生活方式 你的生活方式其實取決於你的思考的模式 那麼所以它就會反映在你的正與正業正面上面 正面就是你的生活方式 你比如說你只想要有很多錢的 你就會想辦法賺錢 賺錢的方式有很多種 那如果你的觀念錯誤的 你搶銀行也可以賺錢 就變成這樣 可是不一定賺得到錢 不一定搶得到 但是你就要冒險 反正這個東西就是你的觀念 那麼決定你的行為 它產生一種行為模式 那它就會變成日常生活中 你會這樣想 會這樣做 會這樣說 這個叫正與正業正面 那如果你這個沒有先 先確定起來 你修行是不容易得到利益的 然後之後才是正經經 然後正念正定 把你前面正見正思維的 那麼已經情人習慣了 那麼你不斷地加強它 把你所正知的佛法 正確的知見 正見的佛法 時常意念 時常意念你所學習到的正見 這個叫正念正知嗎 那麼你這樣之後 那麼努力精進 那麼就正經進正念正定 然後慢慢慢慢 你就可以得到什麼 出世的正見 從有肉到無肉 從有為到無為 然後從有血到無血 就這樣 這個其實是很重要的 所以他講 坑見者 取留者 就是這一些 這一些煩惱 稱會父葬優卑 那麼叢林者 就是五欲功德 就是你要離五欲 看見這個叢林 你要往右邊走 那麼塵 你要入那個塵 就是你可以得解脫 涅槃塵 那所謂的涅槃塵就是 沒有苦的激進的地方 沒有動亂 沒有痛苦的境界 佛告低捨 佛為大師 為諸身穩 所作以作 如今當作 哀敏悲念 以義安樂 皆息以作 就是能夠利益眾生的 我都能夠 我都盡量利益他了 意思就是說 佛為解脫的 就是 重點是讓他善根成熟而已 佛沒有辦法加持他 即使佛就在你前面 他也沒有辦法 手放在你的頭上 就放光加持你 你就得解脫 你就離苦得樂 你就消災免難 不可能就是不可能 佛你看 他還是有慈悲心 他還是有智慧 他也是循循善用 慢慢引導 讓你心開意解 知道要怎麼做 就是真正的加持 是以法加持 所以我們常常中 佛光加持 佛光就是佛的智慧 佛的智慧包含在佛法裡面 你理解了佛的智慧 你就見到了佛光 那麼理解了佛的智慧 你明白了道理 你自然就產生那種力量 那種叫做佛光加持 你天天在晃想佛放光加持 我們不是的 所以 沒有 就是 沒有善根的 跟他種下善根 有善根的 讓他善根成熟 善根成熟的 就讓他解脫 低捨這一種 就是讓他種善根而已 或是善根讓他成熟 但是他還沒那麼快成熟 依經典講 低捨 我們把這一點看完 時間到了這一點看完 他說 就正念正知嗎 我告訴你們這些東西 你回去 獨一進度 專精思維 塑塑思維 如理思維 一樣一樣嘛 休不放益 莫令久惑 心有悔恨 不要後來 沒有辦法了 才在後悔 時間要到了 佛不在了 要往生了才在後悔 要死了才在後悔 而時低捨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後來低捨也沒有解脫 佛後來甚至有這麼說法說 低捨這種習慣性 雖然佛跟他講他也歡喜了 但是沒有依教奉行 沒有依教奉行 歡喜是歡喜 一下子而已 沒有依教奉行 好 我們早上講到這裡